好 观众朋友平安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节目主持人钱子 我们来看看民进党又出事了 这一回是台南帮 我们的交通部部长李孟燕 刚刚已经口头请辞 并且已经获准了 他下台了为的是婚外情 先来看看今天早上11点左右 在网路上有人丢出了几张照片 并且描述了一段故事 男主角叫李孟燕 女主角是和他相恋十年之久的地下情妇 那照片在底下 您看到我们做了一些处理 因为这位女士她并不是公众人物 那特别在这一篇贴文里头指出来 女主角家住新北永和的华府水月 看到这里大家觉得小花怪怪 干嘛把人家的住址给点出来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 那我们来看看 包括说是十年前 当李孟燕在台南当水利局局长的时候 两个就在一起了 不过比较大胆的是这个 因为李孟燕已经有老婆了 有家庭了 他们在公开场合 有love you 有像这样子的牌子 两个人坐得脸丢丢丢 看起来没有在避讳外界的眼光 看起来是蛮大胆的 就带他去吃饭 在公开场合约会 那女生 看起来是女生拍的 拍两个人在比较私密的地方 有这样子清清我我的照片 这个图 这些照片 这个贴文才丢出来几个小时 李孟燕就口头请辞了 而在刚刚五分钟前 我们接到了最新的消息是 李孟燕请辞获准 那她说已经向赖清德道歉 也表达一些歉意 当然也向她的夫人 向她的夫人道歉 那竹荣泰行政院长已经准了 尊重其意愿 那我们揣想 我们知道赖清德应该是已经知道 并且点头 所以人才走 因为李孟燕她的仕途 一路其实就是跟赖清德绑在一起的 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 过去在台南 2010年的时候 他是水利局局长 有水利的专业 接下来升任到秘书长 在台南 当赖清德到中央之后 没有多久 他就被指派成台南市市长 外界其实就认为 李孟燕应该是赖清德最最信任 甚至最亲近的一个弟子的一个幕僚 所以才让他代理台南市市长 那接下来他一路高升到中央 520之后 接任交通部部长 看似顺遂的这个仕途 没有想到也是断送在一段 婚外情的手中 我们看看是有人要李孟燕下台吗 有人要交通部部长这个位置吗 还是怎么样 还是这个女主角心有不甘 耽误了10年的青春 现在不开心 把这个料给爆出来 我们不知道动机 不过我们先来看看 交通部的的确确是个匪缺 对外界来讲 底下有25个国营事业 上市公司以及各种的单位 包括您可以想得到的台铁 中华邮政 陶情 陶原行情 台湾港务公司 点点等等 实在太多的管的是交通事业 太多太多的利益了 那过去李孟燕一路高升 我讲了他是赖清德的亲信 赖清德系统 赖清德的人马 那有人要他的位子吗 还是要打赖清德 不过赖清德也处理得很干净 眼明手快 直接把他给断了 那另外我刚刚不是说吗 这个PTT上头啊 把女主角住的社区 永和的华府水月社区 给写出来到底是为哪装啊 结果网路上有高人啊 点出了这个端倪 真的好巧啊 华府水月是华府集团 明汉介社盖的 董事长就是张刚为 张刚为是谁 前远航的董作 还记得吗 那个时候在野党有打一个事情啊 说李孟燕在2024年的时候 用行政院的公务车去会见张刚为 两个人谈了一下 那个时候张刚为啊 被在野党的这个立法委员爆料 指出来有这段事情 他还说没有啦 我们是在公开场合见面的 结果没有多久 这张照片又被弄出来了 又被丢出来了 张刚为的律师跟李孟燕在咖啡馆 共同喝咖啡 不知道在聊什么事情 是要处理远航 还是什么事情 这么刚好这么巧 必须讲台南大崩坏啊 这几年 我们看到太多的例子 不是情就是色 桃色纠纷的部分啊 陈宗燕小云有空吗 李孟燕小三世界下台 陈凯玲也是叫小姐 那另外涉到弊案的像是 这个慧选案啊 陈凯玲丘利利郭在清 各种的慧选案 卢杀案 光电案 我们电视墙都写不下去了 这是赖清德的本命区 你黑金枪心不断 能交代吗 龙建仙 如果过去 赖总统 清德兄对 这些人的信任 那我坦白讲 李孟燕到台南是第一个拜访我 就當時台北市有幾個朋友 都覺得說這個人做事滿認真的 所以我們要觀察 今天中午這個照片出來的時候 台南 我剛好要北上 台南的這些媒體朋友 跟一些民代大家覺得很訝異 過去坦白講在台南很少聽到 他有這些有的沒有的 這第一個 第二個 當時你記得我們在這裡 評論就是遠航這個事的時候 我說怎麼以我對李孟宴的了解 他應該不會 那會不會是因為跟了蘇貞昌 重新回到蘇貞昌會下來以後 就開始學會亂搞了 好 那今天講這個桃社 桃社在台南不是他一件 也不是你現在寫的這些 還有的 寫不下了 那你清德兄你要不要把這個 因為你就職未滿百日 就職百日會有一個對外 比較重大的一個宣告 講一些政績或是一些新的目標 治理的宣誓 但是沒有 還不到百日 你就折損了第一大部的交通部長 那你要不要請內政部這個宗教師 派個團隊到台南市政府 或者是台南市民進黨黨部 展一展桃花 到底清算一下還有多少桃花 含苞待放 不是只有這個 我跟大家保證 我上次我記得幾個月前 我也在這裡保證過 還有不是只有陳凱琳 還有對不對 也不是只有陳中燕 那你說私底下大家相處 我知道 陳中燕也跟我不錯 他做人 他講話也不會氣壓壓 可是你在公眾領域 你用的人都是掌管我們國家的 這麼大的龐大預算 那你看看今天 你從這個照片去看 在談遠航的時候 這在裡面 我很相信你夢魘不會 可是當你這個閨蜜好友 硬要你去見個面 你不得不的時候 台南市 不要說台南市 台灣有多少公共工程 行政首長 為了吃一頓飯後續的應酬 被拍照留存 最後那個案不得不過的 常常聽到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求 公務人員 包括政治人物 要謹言慎行 約束自己的生活 但交通部你知道掌管 這是我們國家最大的一個 預算最多的一個部會 沒錯 那當然第一時間 就已經辭掉了 就不去預測了 這些照片基本上不會很新的 各位 可是意涵深重 這些照片的背後意涵深重 這是牽扯到很多的 我跟你講 這再發展下去就是官商勾結 就是圖利 對不對 所以清德兄要很明快的答應 這是必然的 但是 後續 已經存在的 還沒有爆的這些雷 桃花雷 要不要先清一下 我在這邊看 本來 李孟宴 不應該接交通部長的 好像他跟交通事業沒有什麼淵源 所以當時在賴清德本來要安排張正元 張正元因為當了交通部次長 那不是碰到Payoma這些車禍嗎 車禍後來他要用交通部政次 去兼鐵路局長或依法不合 所以他要辭掉政次 就直接去幹 鐵路局的局長 去做鐵路改革 後來當然改革 不一定有成效 也沒有看到 後來出來的報告也對家屬受害者 也都沒有一個 這個充分的一個諒解 這樣要怎麼樣 他用人的圈子很小 要不要試試看 張正元回來當交通部長 不然你要找什麼 請問我告訴我 我們說放在看的 是不是放在看的 把頭髮穿好穿去 不然你待三天兩天 三天兩頭就會一朵桃花出現 真的需要有人去斬桃花 在台南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這麼多桃花 這麼多灰萬星 這麼多 包括小雲有空嗎 這樣子的情勢 不過這一篇PTT 讓我最驚訝的是 他特別點出來 這個女主角住在浮華水月 結果連連看 這麼巧 就跟張剛維有關 因為浮華水月就是張剛維蓋的 直白的講就是這樣 那張剛維跟李孟燕 又有什麼關係 這就是我們擔心的官商勾結 在背後丟出來的人 有深意 來 韋翰 因為張剛部長是一個大部的部長 所以他手上的預算 包含了整個台灣的交通建設 以及兩岸的觀光 都是跟張剛部有關 今天早上李孟燕 他應該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要報了 他還去墾丁的雷達氣象站有行程 而且隨行的記者很多 但是就在行程結束 因為他10點59分才寫 而且他也沒有找立法委員陳情 或者是找名義代表 他自己PO在PTT上面 然後有照片 觀眾朋友這個照片 基本上只有兩個人會有 一個就是李孟燕 一個就是這位女士 對 我不知道是怎麼流出去的 還是說就是這個當事人 因為文章內容寫 第三者的角度 說據了解他被冷落了 所以就等於心有不甘 這個是他的私德的部分 必須快到腳踏馬他就請辭了 可是大家知道 李孟燕部長他是跟賴清德總統 以及卓榮泰院長請辭 一般部位首長請辭 就是跟院長請辭 所以也就知道說 大家你看他的經歷 我們這邊列得很清楚 他確實就是賴清德總統的嫡系人馬 一個兩個這樣子 大家會覺得台南幫怎麼了 可是其實很多事情 也跟台南無關 你就私德上遇到這個事情以後 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 所以李孟燕就很快的下來 但是剛剛前子所講的 那個可能是後續的 我剛剛講私德部分 你就不適合再當官員就離開 行政院長總統太剛剛的那個聲明 其實是對他都有肯定 就是說他在工作方面都有肯定 但因為個人的因素他要離開 那也與與同意 就是說不為他個人的部分負責 可是公務上面覺得他做得還不錯 他是前行政院秘書長 他是前台南代理事的市長 賴清德離開台南市 指定去當代理事長人就是李孟燕 所以這個基本上 他是有份量 只是他的政治性格比較沒有 讓大家可能對他有那麼深的印象 那私底下跟他接觸 他人其實還滿nice的 就有什麼事情 業務上不管是行政院 或者是交通部 但是那個完全是公務上 那跟私德是兩回事 那因為私德他離開 可是接下來就是公務部分 是不是還繼續檢驗 因為主持人所講的 就是PO文者故意把 那個女子住的地方 把他寫出來 如果一對跟這個 之前他見面的人有關的話 那他是在影射是有什麼 可能就是什麼不法的事嗎 不知道 那一般除非檢調查 要不然官員直接已經就離開的話 大家可能後續就不會再去追究 不過這個事情 對賴清德總統來講 應該還滿傷 因為他是賴清德總統的嫡系 也是他予以重任的人 而交通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 很多業務都還沒有達成 觀光客來台什麼的都還沒有 那他就離開了 結果李莫諺他一請辭 在一個小時之內 很短的時間 拜清德就決定讓他走 我覺得這個決定算是滿快的 很迅速 沒有拖 來 請教輝文兄 這個PTT報導的網友 當然不會去跟網友計較 他說張女還算是民事裡的人 不圖民分跟錢財 你一個女生跑去跟有婦之夫 在一起這麼多年 還叫做民事裡的人 這種PT 這種爛文章 就算了 那這個你看 錢子今天最新的交集 是張花冠要去接華善 華善是什麼 董事長 他2018就卸任嘉義縣長 為什麼蔡總統都沒有安排他 2018是6年前的事情 對不對 現在蔡總統沒有安排 現在都安排 你看 人人有官座 人人有公煉 然後葉菊蘭去 因為葉菊蘭本來在華善 葉菊蘭去接原山 李菊去台宴 這幾個都是民進黨的大咖 都比賴清德在政壇 打滾的時間久 而且他們都不是新潮流的 可是賴清德都分會只給他們 所以你說像這種事情 你說這個政治這個 這敢有公平 你看這個 我們這個 這錢子這社會有公平 你為什麼去抱別人的小孩 你自己有小孩 你去抱別人的小孩 你有什麼毛病嗎 王必勝 蔡總統還振勳給他 蔡總統 蔡總統 他去補人的孩子 你還給他振勳 對不對 可是觀眾朋友 婚外勤之後的結果是什麼 你看一個辦公室 錢子 你去幫我找一間辦公室 我就坐在這裡看 看這什麼 什麼氣味 在王必勝有醜聞之後 升官 鄭勳 然後離開公職 還有好的工作 這個不是一樣嗎 這謝龍介他們朋友 對不對 這不是你們台南的立委嗎 同進同出 還有都有門禁卡 還有鑽車接送 對不對 還有秀桑 送到立法院 被記者跟拍有沒有 立法院外面 車這樣秀桑 這樣有事 沒事 所以我要幫李孟燕 為什麼李孟燕要下台 李孟燕等著政勳 你在航班 對不對 剛剛謝龍介比較保留說 這個我跟你講 那個照片 你看他照片沒什麼 對不對 有更香辣的 沒有拿出來 我騙這幾張禮 我們在床上拍 這張 下面我們拍什麼 你會不知道嗎 對不對 為什麼民進黨這些桃花 我就講王畢生跟王定宇就好了 他們兩個都沒事 為什麼李孟燕要下台 我不太懂 趕快 賴總統趕快慰留 那你從台南這樣 一路帶上來的 就繼續讓他幹 對不對 李孟燕應該講說沒什麼 其他王定宇還什麼 什麼... 什麼台南市長什麼 聲量第一名什麼的 觀眾朋友 你覺得選民在乎 這些東西嗎 老百姓在乎嗎 分租給王定宇 那個還選上台北市議員 表示什麼 表示選民也不在乎 你跟王定宇做同樣 你又鑽車跟他接送 又送早餐 沒問題 對不對 所以錢子你說拍這個有什麼 當然這個是不對的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民進黨 我們政壇 我們老百姓 你對政治人物要求的標準 是很低的 觀眾朋友不要 我們是聖人 不要來這一套了 對不對 演藝圈有多少人吸毒 小三 酒駕 觀眾朋友你每個禮拜六 禮拜天你還不是一樣 打開電視看他笑蜜蜜 你自己水準也不夠 你不要要求別人 我們也不要說別人 我們說我們自己 對不對 你說政治人物 你說宋楚瑜當年新票案的醜聞 不夠大嗎 龍介兄也經歷過 這個黃瑋涵也經歷過 我們那時候看宋楚瑜的新票案 還不是一對人投票給他 不要假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柯文哲不見得有事 大家不用高興的太早 好 交通部部長李孟諺 因為私德 因為婚外情下台了 不過背後有沒有 有沒有可能有其他的政商的關係呢 我們繼續看下去 進一下廣告